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学习改变世界的P2P开发工程师系列课程 我是朱姜老师大波波 大波波教你别人不敢教你的技术 这节课咱们学习关于Cookie的使用 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Cookie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咱们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Cookie这样的一个技术 存储一些东西在咱们的浏览器里边 注意我这边说的是 把Cookie存储到咱们浏览器的一个地方里面去 但具体存在哪 咱们也不需要关心 只需要知道这能存在浏览器里边 也就是说Cookie的使用 它最具体的是存在浏览器的一些东西 而到底怎么样才能存储浏览器 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咱们的P2P 告诉浏览器说 你帮我存储一个Cookie相关的东西 这时候就可以存在浏览器里面去了 这是咱们的Cookie的一个简单的使用 Cookie在咱们的项目里边有非常多的一个用处 比方说我们需要实现登录的功能 或者说在咱们的电商网站里面 要实现购物车的功能 都可以大量的使用Cookie这样的技术 当然如果说没有Cookie很多技术 就是你还现在不太好实现 特别是登录功能 所以Cookie这东西非常有用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直接通过代码 更形象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Cookie的一些使用方法 我这边已经创建好了一个P2P的文件 接下来我只需要先告诉大家两个算是 一个是函数 一个是全局的变量 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学习这两种 其实非常简单 setCookie就是设置一个Cookie好吗 就设置一个Cookie图属 图属Cookie 实际上设置一个Cookie 其实就是存储 图属Cookie信息到浏览器 到浏览器 比如说有朋友问这个地方现在Cookie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现在大家不着急看到我们现在简单设置一下Cookie Cookie其实就是基于一个建制堆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 首先setCookie里面就有好几个参数 我们现在最主要一般的用的最多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做这个键 就跟设组一样就键的名称 比方说我们设计一个用户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10叫bo 其实我们这样一个Cookie就设置完成了 这个Cookie设置完成之后 它是过期的 有没有设置过期时间 好了接下来这样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刷新一下浏览器 看一下有什么反应 好了咱们刷新一下 把这个先关掉 刷新完成之后 大家会看到看到了我们浏览器没有输出任何东西 也说这东西肯定不会输出 那么这样有什么用呢 好大家不着急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注视掉 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用5dump来打一个全局变量 叫做Dollar下滑线COOKIE好吗 就Dollar下滑线Cookie 这是大写的Dollar下滑线Cookie 这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神奇的效果 现在我们在代码之前的SiteCookie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注视的效果没有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会看到这边能打出一个什么 一个数据 是不是 一个数据 其实Cookie存储的就是一个数据 把一个数据存储到咱们的浏览器里面出 简单的理解就这样 所以说你数学者的也不需要有过多的一种 其他的想法 直接就听我说的这个 把一个数据存储到浏览器里面 存储之后 你随时想用的时候 在这个网在下面都可以用的 好吧 在这个网站下面都可以用到 但其他网站正常计划你是不能用到的 好吧 正常计划是不能用到 来刷新 看一下还有是不是 还有 这就是咱们的Cookie的用处 你看可以设置个信息存储到浏览器里面 紧接着我们打开浏览器的调试工具 你可以看到Cookie怎么存储的浏览器里面 好了 打开之后 大家注意这是Chrome 这谷歌浏览器里面的功能 晓得什么呢 先右键 这一键检查元素 这地方检查 然后就弹出这么一个框 但这个框的位置可以变化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底下 好了 打开咱们的Network网络的这一个选项 把下面没有用的给关掉 好 这时候再刷新一下浏览器 会看到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插件 对吧 监控你访问网址的时候 对吧 你访问一个网址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记录的下面 当然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注意大家会看到 大家会看到 这里面就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什么 这里面有个cookie 看你们要点一下这个地方 会出现一个cookie选项 大家有可能默认显示这个 是吧 不着急 点下这个地方看一下 然后这些信息 我们现在不着急 是浏览器 http的一些投入信息 他这边是cookie 看你们要cookies 然后这边什么 就是我们设置的cookie的信息 你看user 直名字是user 直是波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cookie信息 还有他针对哪个域名 针对哪个路径 以及过期时间 大小 对吧 但这些东西不是你设置的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设置的 好吧 都是可以设置的 我们刚才在的cookie 一个函数 就可以设置这么多的一些信息 在那里面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么一个cookie 一个存储浏览器的一个表现 好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 写一下这个cookie相关的 其他的一些信息 比方说 我们这就注释点 重新写 直接set setcookie 然后我们再设计一个信息 叫做 sex 性别 性别等于什么 男 然后呢 上面可以设置过期时间 注意这个过期时间的设置的话 是按照秒开始的 秒开始的 比方说你要设置一小时 你就3600秒 一小时3600秒 但这样还不行 因为咱们的cookie 它是设置一个具体的过期时间 就都那个时间初还记得吗 那么这时候把当前的时间初 加上未来的这个秒数 就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了 好吧 就照那个时候去过期 然后我们加加一个10秒钟 好吧 那个10秒钟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size这个 这个cookie信息 这可以设置的 刷新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信息 看见没有 这边有一个10秒钟 是不是 10秒钟 然后这边呢 了解 10秒钟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个 去掉 去掉 现在已经快过了10秒了 对吧 说打印一下 你可以发现没有吧 没有了是不是 没有那个已经过期了 已经过期了 那么试着长一点 30秒 30秒 来刷新看一下 现在是有了对不对 你生效了 30秒 你看30秒之间都是有效的 然后我们稍微等一下 还会等下 等30秒之后看一下 它到底会不会过期 刚才应该记录一个时间 对吧 我们可以查一下 现在也不用着急 我们稍微等一下 就30秒很快就过去了 怎么刷新 还有是不是 现在还有30秒 还没有过去 我们点开看一下这个信息 30秒 30秒 30秒之后会过去 但是我们是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得把它给去掉 对吧 因为你有重新设置了一遍 现在有时候先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再等待30秒钟的时间 好了 在等待时间关系中 那我们简单给大家写一个处事 在这地方 就是可以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好想到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大家有些人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删除这个cookie 是吧 我们删除 那么你让它过期就可以删除了 是不是 所以当你可以吗 直接可以用这个cookie 然后设置一个已经过去的时间 就可以了 然后sets 然后这边是time 是不是 是过去时间 那就是time 什么呢 减去一小时吧 分析600秒 那它就过去了 好吧 过去了 然后先不用 没有 先把它注释一下 先把它注释掉 就是删除一个cookie 当删除cookie的时候 你这个值就可以随便写了 也可以不写是吧 是空的也行 删除cookie 删除cookie 好了 看起来是我们30秒过去了 30秒过去了 我们刷新看一下 你看刚才的size 已经过期了 那么这不存在了 咱们的cookie的一个选项 ok 好了 cookie其实就这么简单来用 然后取cookie 用这个来取的吧 取出cookie 取出cookie 好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cookie 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 我们就不用 不用过多去写了 因为一般用不着的 一般用不着的 比方说我们的现在有几个参数 123 还有第4第4第5个参数 第1个参数 我们先把在这地方 用知识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 第1个参数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的 直 不是那个界名 就名字吧 这名字 第2个参数 注意第2个参数叫做直 好吧 cookie的直 第3个参数是过期时间 过期时间 第4个参数 就是咱们的pass 好吧 cookie路径 注意这个路径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 ur的 ur的路径 就是关于一个网站里面的什么 比方说你看这个是贝斯06 这是一个我网上域名的吧 网上域名 那么贝斯 零六 这么就是一个 路径好吧 比方说你加个零一 那么零一跟零二 就可能就不一样 那么你可以吗 在路径里面重新设置一下 好吧 重新设置一下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下第最后一个参数 就是域名 就是DOM A N R DOMIN 就域名 针对哪个 域名 生效 所以就对域名生效 好了 这是咱们的cookie的一个用法 其实这两个它是我们一般很少用到 一般都用三个就可以了 甚至一般像我们用这两个 行了 好 这就是咱们这一课讲的cookie相关知识 下一节课我们会结合着session 给大家 再继续讲解 session东西 以及结合的cookie这样的东西 session叫做绘画控制 好吧 好 这一课就结束了 祭咱们下一节课的学习